肖战官宣电影《射雕英雄传》下之大者 一时机起千层浪 这么顶级的电影刮落到肖战头上了 多少人欢呼 多少人不甘 但是酸又如何 实力为尊的世界 竞争就是这么残酷 对家的黑手已经可以无视了 小动作频频最后也不过是一笑大方 引起网友热议的点还有肖战的合作者张达飞 对眼官宣后迅速上了三个热搜 从查无此人到瞬间拥有姓名 就是这么容易 让小心感兴趣的是肖战的女主力这个热搜 平台捧人手段可以啊 悄咪咪的合了一把羊子 李庆等人的热度还渗路捧了达飞同学 算是话说回来肖战吃过女主的红利吗 但凡肖战主演的剧都是肖战恐惧 不论是已播出的余轩请多指教 王牌部队还是带波及玉谷瑶江洋帮我 肖战的角色贡献度都远远高于女主 戴飞不是说说而已 用大V的话来说 合作完肖战和原地飞升差不多 所以说肖战的女主令这个话题是怎么抓据出来的 和肖战合作的女艺人个个都很棒很优秀 肖战平等的尊重每个合作演员 粉丝亦如此 至于这种让人迷惑的热搜 小大力救世 与其关注肖战的女主 不如关注一下肖战的导演 肖战最新的电影导演是徐克 徐克不用小心介绍吧 知名大导三斤满贯 票房150亿武侠电影界的传奇 华语电影票房Top1 三斤平民获奖27次 代表作刀马蛋 蝶变英雄本色 鼠山传 新龙门客栈和龙门飞甲等等 太多了小心就不一一列举了 再比如肖战今年杀青的电视剧 《梦中的那天海》和《娇阳帮我》 这两部剧的导演分别是 富宁、宋小飞 每一位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指导经验 富宁、著名影视编剧、导演 新派精卫影视剧的代表人物 曾创作石刹海、全家福、鸽子少、胡同等 其中全家福曾获得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 宋小飞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摄影专业 2009年担任喜剧电影《动流》的摄影师 从而开启了她的摄影生涯 她凭借该片数为第46届台湾电影金八奖最佳摄影奖 2011年担任摄影师的喜剧电影《光棍终结者》上映 2013年担任动作电影《一代宗师》的摄影师 2014年凭借爱情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入围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时间线远一点的还有 陈清令导演郑伟文、陈嘉玲 光牌部队导演刘言、天逸、徐一帆 云深请多指教导演吕盈 斗罗大陆导演杨真宇 玉古瑶导演蒋佳靖等等 每一位都是受人尊敬 实力与能力并存的大导演 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哦,对了,差点忘记说了 肖战拍广告都是和大导王家为合作哦 作为影视艺术创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把电影文学剧本搬上荧幕的总负责人 导演对影视作品而言 就好比大脑对于人一样重要 对演员来说 好导演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于导演来说 和好演员一起合作 才能激发更多的创作火花 就像徐克导演所说 我永远愿意和好演员一起合作 我会想办法让这个事情发生 导演演员两者相辅相成 相对一张才是最妙的 你说对吗 肖战 我会想办法让这个事情发生 我会想办法让这个事情发生